3 2 1 請動檢 國道二號賈縣大園交遊道至台15縣新闢高速公路正式通車 國道二號賈縣大園交遊道至台15縣新闢高速公路通車典禮今天上午舉行 包括行政院長蘇貞昌、交通部長王國才、桃園市政府秘書長江榮豐等人都出席見證這一刻 蘇貞昌致辭時特別感謝政府相關單位同仁的辛苦 並以雙拓寬階段橋再延長加一條為通車典禮下了最佳註解 這一條橋、這一條路、國二橋 老早應該好12年前就動工了 但因為抗爭停了下來 非常感謝我們鄭文燦前市長、我們交通部、我們高通局 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同仁、用盡了心力都以贏得地方的支持 所以我們接續的做今天斷橋結起來了 再來是接了以後我們再延長、延長到台61縣 加一條就是這一個二甲再加一條一甲 然後跟二甲是平行的 也就是我們雙拓寬階段橋再延長加一條 我們恭喜桃園市 我們謝謝過程的辛苦 行政院在去年年初我核定延長 在去年年底也才前幾天我們再加一條 我們建設地方、發展國家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江東部高空局已經分別於108年年底 及111年11月將桃園機場內 航站南北路及機場外國二主線 拓寬為雙向六車道 今天國二甲線通車銜接天空斷橋至台15縣 未來將再由台15縣延伸到西濱快速公路 加上規劃設計中的國一甲 也就是桃園航空城北側連外高速公路計畫 桃園市政府秘書長詹榮鋒期盼中央全力支持 讓未來北桃園的交通更為便捷 整個桃園地區的除了國二甲線之外 後面還有國一甲 還有幾個國一跟國三的交流道的改善工程 大概都最近都聚集在推動中 像聯合交流道一直到標不出去 我們今天這個工程 我們黃昌林道也勤力相助 國一甲不管是國交流道 還是我們後面的路線能夠到標出去 那我們希望透過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改善 跟國一國二甲的一個路線推動 以及我們航空城整個區段開發區的台15縣 地方道路的一個改善 能夠完善我們整個桃園地區的一個高速公路 跟地方道路的路往 那這個部分也感謝院長以及部長 以及不管是公路總局高公局 以及民航局這邊的積極的一個協助 我希望大家很快的機會 整個桃園地區的高快速路往 以及地方道路往 如果能夠獲得得善 國二甲縣經電通車路段西起台15縣 向東銜接至國刀二號大園交流道 全長約兩公里 踩雙向四車道高架橋配置 總經費達51.82億元 107年6月12號開工 期間遇到用地取得等難題 最後順利解決 讓工程得以完工 也讓大園鄉親十分感動 記者林志清大園區採訪報導